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还没有上任的时候我曾经跟前任李弘渊部长曾经执询过 这个所谓合一住宅的合理性 第一个就是说 政府后来把本来是征收人民的土地 说要作为这个机场捷运的特定区 把这个就是捷运A7站的特定区对不对 然后呢变成把这个土地征收来 然后变成标售给建商去盖合一住宅 没有错吧 是 本来告诉你说你是为了公共利益 然后后来呢 把你的土地去标给人家 让人家盖房子 那个效应是什么呢 建商赚钱其实我觉得天经地义 你不能叫人家做赔本的生意 可是你今天是为了 本来是为了要这个开发捷运站 作为这个特定区 好你现在把它变成这个第五种住宅用地 然后把它盖了大楼 分成四块啊 盖了这个住宅大楼 那我就要问 说我们今天政府做的所谓的居住正义 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建商把土地找好 全世界哪有这么好的政府 说我帮你征收了一大片的土地 然后呢你们大家来标 标到你就去盖房子 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啊 很简单 我给你订定一个房价 你不可以超过多少钱 19万嘛对不对 一平 15万是吧 15万啊 那个福州是19万 这边是15万嘛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你当初啊在征收土地的时候 征收这个整个这个A7特定区的时候 你平均一平啊 跟人民的征收的计价 一平是算多少钱 平均来说 是不是我请署长再来说明 事实上呢 我想刚刚那个段委员所询问的 他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土地使用分区呢 是第五种住宅区 那我想这部分呢 在这个使用上面是没有一亿的 那在这个标筹的这部分呢 我们总共四块这个基地的底价 总共是35亿 那这个面积呢 在ABCD 你不要重复我知道的数字 35亿6691万6千元 这是底价 平均大概12万 我们说平 这个不要讲平方公尺 我们就说平好了 一平大概是12万 平均来说啦 那你后来脱标的价款 你总共这四块基地 是标到76亿 9379万9千元 每一瓶平均是25万9千元 所以你政府是 大赚一笔 没有错吧 你本来是打算一瓶标12万 结果你每一瓶平均来说 标到25万9千元 那事实上他是用最高价的方式 得标以后呢 不是啦 我们要换成我们 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是不是政府赚了一笔嘛 是 对不对 你本来的35亿这个底价 你有没有赔钱 定了底价 你不会赔钱 那你有没有赚 有 赚了多少 40亿 赚了40亿 什么赚了 你35才标 底价才35亿 那个总价是76亿嘛 我们这个议价的部分是40亿 不是嘛 你计价 你的底价35亿来说 你政府的成本是多少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今天征收了你陈部长的土地 你一瓶假设是10万块 我把你的土地标给人家 我定一个底价一瓶是12万 那我每一瓶赚2万块嘛 那看到哪一年都征收的 跟我们哪一年来出售 这个时间差 你们征收的土地费用 你们预计征收的土地费用 就是说 我现在要跟人民征收土地 我预计的费用是多少 你知道吗 我预计要跟你征收 你这块土地我要跟你征收钱 我编了一笔钱 来来来来 我给你这笔钱 你把土地给我 这一块GDS 四块GDS加起来 是十亿八千万 不是 十亿八千万 每瓶十二万 征收的时候 每瓶四万啊 每瓶四万啊 我帮你们算过了嘛 每瓶四万 也就是说 我当初计算你地主的土地的价值 我要给你的钱 一瓶是四万 后来呢 我要把你这个土地要标给人家盖房子 我订的底价一瓶 订了十二万 表示什么 表示我当初低估了你的土地价格嘛 所以我每一瓶 我现在知道说 诶这个土地啊 我 我买一瓶给你四万 我知道说 现在不拿啦 所以我一瓶 这个价值 它应该还有建造成本 所以 没有啦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等一下就讲到建造成本 你们有盖房子给人家哦 不是 房子是建商盖的嘛 建商盖的啊 建商盖 所以我要问你嘛 我们现在只谈土地嘛 我当初要跟你征收一瓶 跟你征收四万嘛 对不对 这是我的计价嘛 后来 底价当然是有差距 后来我定一个底价说 我一瓶要卖十二万 结果大家建商来标 标来标去 标到一瓶二十五万九千 我如果当初是那个地主 我住在这边 我如果当初收了你的四万块 我一定去跳楼 不然我就去从农府制坟啦 对不对 所以 你们的收益啊 有没有回馈到地主身上 当时是农业区啊 当时的民众的土地是农业区啦 当然我知道 你们把人家土地征收来变更了 对 你变更之后呢 农地变成住宅 变成住宅第五种住宅区 好 然后变成住宅用地了 当然它价值提高了嘛 对 那你当然这些地主 他也没有那么傻 他也没有去领那个一瓶四万块 这我知道 他大部分去领了底价地 对不对 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重点 这什么叫做居住正义 居住正义就是说 我今天 用最低的市场的价格 提供给你 让你买不起房子的人能够来买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土地资源 是非常的稀少 所以我今天把这块地 已经征收好的地 我提供出来 然后建商 我希望我不是政府盖 是建商来盖 所以我把这块土地就标售给建商 然后我把你的 每一瓶的 这个出售这个住宅的价格定了 一瓶四万 你自己去计算 你大概建筑成本之外 你还要去卖房子 然后呢 你的土地多少你买得起 好 现在重点来了 你当初计价一瓶四万 我给你变更之后 我底价定到十二万 结果你到二十 五万九千元 大概将近一瓶二十六万卖出去 所以我变更土地 我变更它的 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分区使用 这一项 这一件 就让这个土地的价格大涨 对不对 大增 那如果 今天你是这个地主 说 我的土地 是农地 你政府 今天把我的土地 变更为住宅地 然后标给建商 你刚才要跟我讲建筑成本 建商用七十六亿 九千多万 跟你们标到了这四块基地 然后四个建商 去盖了合一住宅 它的 销售总金额 是多少 你知道吗 你们讲得出来吗 不知道 那你们今天跑来报告 合一住宅 不知道人家销售总金额 差不多啊 是三百二十八亿 零六百八十六万 这是营建署给我的资料 好 我的土地成本 我们都知道 对盖房子来说 成本最高的是什么 对不对 张伟业立一个 就请说 土地嘛 土地最贵嘛 土地最贵了 结果政府呢 定了一个滴滴的底价 然后建商呢 买了用底价的两倍以上的价格 来买了这个土地 结果它销售的总金额 可以到三百二十八亿 它的土地成本才花了不到七十七亿 你看它赚多少钱啊 你看多好赚啊 好 这个算盘我不懂 这个算盘就是说 今天我们在那个地方 去订了一个一瓶十五万 看起来好像跟台北市比较起来 好像很便宜 但是建商进箱来标 标到之后它可以卖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除了这个之外 我上次执询提到的 包括停车会 包括店铺 包括出租的单位 那以后都是建商 可以自由可以处理 不受一瓶十五万的限制的 那这个要告诉我们叫做居住 叫做居住正义吗 结果 所有在你们推动这个居住正义里面 得到最大的好处的 就是已经不需要这个正义的建商 因为他们的正义已经太多了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 你们好像对他们的利益 结果上来看 是最不需要 我们政府照顾的那一群人 得到最大的好处 结果最应该被照顾的 本来是农地的农民 结果呢 你们给他计价 一瓶只能计到四万块 那那些你们说需要 没有房子的 那一些买房子的人 他们来这边登记排队抽签 抽到了高兴的不得了 因为很简单 过了五年之后 他们就可以卖了 他们就可以转售 他们来当做抽乐透 所以你们这个跟居住正义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你大家来挑啊 你有主意抽到五年了 你就可以买了 有的那些纪委十年纪委五年就能买掉啊 你们稀少的土地资源并没有掌握在政府手里面 再来做转换 没有啊 变成人家的啦 过了五年过了十年有可能地价涨了一倍啊 段委员这个论点 我基本上 有一部分我是赞同 哪一部分赞同 包括说 这个五年限的期间是不是比较短一点 还有将来转售的对象是不是应该给予限制 你现在都来不及了啊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问我的同事 为什么当时没有这样做 他是说 第一个 那个要限制人家这个移转 在法庭上没有 他是参考了军载 军舰的这个建策 当初这个政策 是哪一位内政部长定的 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就是我们江院长当内政部长定的啊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政绩啊 他讲的居住正义啊 结果所有的居住正义 得到最大好处的 就是建商啊 包括前两天 我们刘政宏现场的好朋友 那个赵彤雄董事长的元雄啊 其实这个建商有好处 地主有好处 买到房子里有好处 其实三个方面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 所以政府也有好处 因为政府卖了 所以都有好处 那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大家都有好处 那谁的好处最大 各位委员是不是可以报告一下 当时呢我们 有调查附近的这个售价 每一瓶的单瓶的售价都超过20万 那所以我们才会订了 是15万比较低的这个单价 来围围这个条件 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功效 是在抑制的 当地附近的这个 这个标准比较高的这部分 其实你们讲的 自己心里面都知道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就跟你讲过五年之后 你看会变怎么样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稀少的土地资源 又转到私人手里面 在这过程里面 得到最大好处的是建商 这叫做居住正义吗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